歡迎大家來到動漫廢物 今晚就是第235集的節目 今天又是一個陸播的節目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快要搬遷了 所以直播的時間暫時都提供不到直播放鬆 出家應該是搬得愈火愈肚的 其實你們可不可以作一些動漫的藉口 例如學生會要殺暴 讓大家聽得起碼投入一點 搬遷這些現實的事不要說出來 很多動漫畫的故事都是由搬遷開始的 你還是回憶你中小學時的夢想 做一個淫賤的作曲家為 淫賤的作詞家 其實我小時候也有這個夢想 不過達成不了 我從來都沒有忘記 甚至今天我也有一個淫賤的作詞人 今晚六月音室有很多朋友 來自五湖四海 自然都來自不同的年代 我們今晚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同年代我們喜歡 或是聽過或是看過的動畫裡面的動畫歌 跟大家朗讀一下 不是唱啊 今晚朗讀 即是好像肥仔那樣朗讀 是的 很假的記者 雖然不是很好聽 但是是因為是由我們小學就開始學的 所以呢 我們今晚就會唱給大家聽 好了 在節目正式開始 我們要先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漫遊者 我是美日朗 我是師弟 我是小貝 今晚我們請了三位很重量級的嘉賓 他們一講完話之後 我們四個其實就收手了 超級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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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不要介紹一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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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先介紹一下自己 各位大家好 我是雪玲 大家好 我是火色 各位觀眾 不是 這個聽眾 我是Kidam 好了 我們 都可以收皮了 是時候收皮了 是不是 交了時間給他們三個 我們那些 是那些演唱會 我們請了我們的 那些星人出來之後 我們就移到後台 俗稱MC的東西 等你們在後台換衣服 下母輩是說得很正確的 我們就把現場交給 好了 事不宜遲 就把時間交給Kidam Kidam 不如這樣 我問問你 如果給你一首歌 你選擇的話 其實你會 那麼多首動漫歌 或者你唱過很多動漫歌 你會比較喜歡哪一首呢 未必一定是最喜歡的 但是可能你都很喜歡 很想大家一起唱一下 無論是中英美法日文都可以 有很多層面 因為其實可能很多人都會覺得 我喜歡唱日文歌 但其實我都經歷過一段時間 是喜歡唱兒歌 尤其是九十年代 那麥牛仔你想 什麼歌呢 如果是你小時候最喜歡的一首動畫歌呢 即是無論日文也好 中文也好 你很想 如果給你講 我一想就想起那首歌 你會選擇什麼歌呢 有的 有一首的 我記得以前 很小時候已經很喜歡看魔法少女 那些 對呀 很小的時候已經喜歡看了 當然 如果我是小忌廉那些 我應該都未懂得 但我記得我 哪個姓 未懂得 就是知識上面 聽阿Kidam一直說 就是覺得你充滿鐵漢的油情 哈哈 其實那時候 我很喜歡看動畫 是真的 而且他的選擇 來說 都是那幾個 其中一套 就是 馬里貝爾 《花之小天使》 那首歌 我記得那時候 好像是 彭家麗祥那首 《花啦花啦》 那時候 在九十年代 很多歌都沒有日文版 《花啦花啦》 《花啦》 跟著笑那首 對呀 好聽的 那首歌 我只會張淮的那首 哎呀哎呀哎呀 親親來的 大家不同目標 對呀 而另外的 其實就是 其實我一想 就會想起這首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這首歌 那不如就唱這首 一起唱 我們一起唱這首 一 我不記得歌詞 花的心甜甜笑笑笑 无面风雨也摔掉 花的香随着青风飘过 人间温暖静下幽灭 花的指线要潮潮潮 而快合似就曲掉 花的香随着青风飘过 谁总他一生也笑 用爱心思模仿 花开的叫潮 纷纷的世界都欢笑 齐齐念花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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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笑 描意录了 潘泪开了 花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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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香飘 将世间喘喘笑 将世间全是心 我听完就有点印象了 但其实我不太记得 因为我看那些 我这个时候应该是机舖打电机的年代 我果然是有避而来的 整首歌的歌词都背了 我们也有避而来的 我们又送一首 我猜可能你们这个年纪没听过的一首歌 有多久先 198多年 86、87年 可能你们还没出生都不出记 可能我送一首给你们听 我跟小辈都会唱的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不要爆我啊 你自己好了啊 我曼山这个屈字缺 真的用得非常好啊 就是曼山教过小辈唱而已 我教他唱的啊 听过唱得多所以我都会唱 是啊我教他唱 你们有没有印象有一套动画叫做《殭屍奇鸭》啊 不记得 不记得还是完全不知道啊 好像有 应该是迪士尼的 是糖老鸭这样的样子的殭屍 蛤 是啊 真的没听过啊 是啊迪士尼的电视动画 是《殭屍奇鸭》啊 还是《殭屍怪鸭》啊 首歌 首歌叫做《殭屍奇鸭》 动画叫《殭屍怪鸭》 哇这么像菜式名的那些 是什么 就是殭屍 然后铺在《殭屍奇鸭》 是什么怪味鸡啊 殭屍怪味鸡啊 西商版纳的菜式 是啊你知道谁唱的吗 我告诉你 那个年代有一个歌手很红 叫谭耀文 哦 听过啊 知道知道听过 不是耀文这个人吗 现在也有 不过没那么红 所以就 我们试试唱给你们听 可能你们会 听过可能又会有些人唱 因为小贝就是 他其实没看过那套 就是我唱给他们听 哦对啊 也有些人唱 可能重播的时候看过 姜丝怪鸭身的风格 笔及血罪怪 是天生怪的 可爱重而压债 是上好新派 态度习惯不坏 学考古探险 喜欢狂戒 姜丝怪鸭身的一格 天鹤要去界 任古堡满天飞 舞同处近拜 像蝙蝠打抱态 度路似中拜 让知真古怪 看见想笑令人头大 令跟踪的精探也废解 姜丝怪鸭身风格 见识外压债 红番茄炸汁比那善血更佳 戒杀戒先血 戒肉类戒人类 但官家却怕他仰不大 姜丝怪鸭身的一格 考古党去界 牙剥曬脱了指甲 像武器界 尽兴姜丝加姓 流杂踢出街 愿担当一切 不理挑战事如何大 为稀甲命不计成和拜 论姜丝你一只最乖 是否从来都没听过这些歌呢 真的没听过 其实你听完首歌 你听到歌词 你就知道这套话说什么了 就是啊 陈冠希那套千机扁 原来他就是姜丝怪鸭 又是要重量啊 不再吸人血那些 原来他是鸭 那他有些相片 就变个表现的确实是鸭 那他始终也是一只鸭来的 都要且确 傻偷的鸭 其实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 就是因为 以前的歌词很有趣的 尤其是广东歌 在那个年代 就是你不用看一套作品的 你听了歌词你就会知道说什么 就是什么来到地球爆地球那些 哈哈哈哈 就是你完全不需要看一套 你就知道这个地球爆了 就是这样 个个都去了 就是外星打架 我也不知道为何杀亚人 又会生于这些地方 哈哈哈哈 明明杀亚人应该是生于比达星 不是 不是听个慢鸭首歌 我真的不会想起自己以前看过这套卡通片 但是他一边唱歌 那些歌词又勾污起我看某些杂数的回忆 就一出回来 其实这个故事是超简单 就是好像首歌里面唱一样 就是有只僵尸就不吸血 是住在一个古堡里的 那个古堡很有趣的 是可以飞来飞去的 可以去不同年代的 所以他就是喜欢考古的 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 没有一个时代是古的 他应该周围走 到处都是现代来的 还有另外这个 因为他当时是有一个真人的MTV 就是真的是譚耀文拍的 他当时的造型真的好像是一只鸭 就是I mean 发型再加上他的嘴 是好像一只鸭 嘟嘟的嘴 然后后面就做个鸭舌 就是鸭尾的头发 当然我不是说譚耀文是一只鸭 你没有记错他戴了鸭嘴帽吗 没有 我真的就是一个这样的发型 哈哈哈哈 每天来是不是一只鸭 就是要见人见尺 或者要看一看 是一只鸭 是啊 好了 那我们又问一下两位女嘉宾 你们 就是 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有哪两首动漫歌 你们很喜欢 不论中文或者日文也好 泰文可以吗 哈哈 哈哈 到来不留关系 我猜 要猜猜猜猜猜猜猜 那是动漫来的吗 特殊 我们一会儿都会包含到的 所以都当是动画 哈哈 什么泰国 F4 我真的会 Diala 什么Diala 哈哈 哈哈 卡拉OK 我真的会唱的 哈哈哈 原来我们这方面是同好 是啊 那有什么动漫歌 你们想起 很喜欢的呢 嗯 那我先说吧 不如 中文有中文的喜欢 日文有日文的喜欢 小时候 其实没什么特别的 电视做 听 做儿歌 金曲翻唱典礼 照听 但有一首很特别 是 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 那套动画 内容是怎样 连画是怎样 我不记得的了 但我唯独是记得他首主题曲 我想那首歌应该是中文原创的 大家告诉我是不是 我不知道 真的 神秘花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虽然还是比较久一点 但我完全忘记了一套 怎样 唯独是多少首歌 中文有线有番做过 我记得 有线有番做过 是不是都是用这个译名 但是动画是 神秘花园 我记得有线有番做过 但他不是用那首歌 他不是用那首歌 好像日文原曲都不是那首歌 所以我很欣赏他 中文原创 作为一首儿歌 一首动画歌 我觉得这首歌是很漂亮 一点都不会说 因为是给小朋友听 所以随便 不如雪凌唱来听听 那好吧 大家都要做 我不会逃避 那我开始了 哎呀 第一句就唱错歌词了 我说 怎么唱呢 哎呀 对啊 没错 白云再烧 蝶仪再烧 蝶仪再烧 笑得草也在两面摇 浮魂的歌 哒哒沙泥 是谁用爱 促使这大地更嬌潮 平静里 笑笑笑 素着那爱的秘密 令天空超市雨点飘 更多爱心,心意见做爱的叫 在每个心底里藏无数爱恋 他好比各种梦幽幼 他仲在你身,罪着包云在飘 令他天空性照耀 在每个心底里藏无数爱恋 他好比各种梦幽幼 他仲在你身,罪着包云在飘 令到世上每一人心境也在笑 其实就是这样的首歌 我都有几句不记得歌词了 不要紧,周星馳在唱《你香兰》都有几手 所以不要紧 其实《神秘花丸》 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在图书馆看过 其实它是一本小说作品 对啊 可能在一个荒无烈的花丸里面 好像有一个封闭了的心 后来一个主角阿玛丽 跟一个黑人少年叫德琴的人 好像是西方童话来的 这个本身是日本动画化的 很欣赏你的首《二哥》 以当时来说 你这首歌其实很好听 又不会觉得他幼稚 但又很适合小朋友去唱 印象很深刻 火式呢? 嗯... 我好像没什么童年回忆 咦? 是不是刚才记起你十年前的东西? 我十年前的东西 我很怕透露自己的年纪 不用怕 一生十八岁就立即 十年前应该听做出色的马仔 是什么? 是什么? 王子华 王子华的热斗小马 我没看啊 半夜做的 是什么? 半夜做的 我没看 我没看啊 我重新赛车赛跑 机械人之类那些都没看 那看什么呢? 冲啊冲啊冲啊 打架吧 足球都没看 retail 打架是一种运动 no 打架不是一种运动 打架是不看的 你要见的 Nixon 森林 有规则的人就叫做打架 有规则的人就是运动 哈哈哈 打架也有规则的 那有什么东西n 你 Branch 其实你知道的是你 niez incorporated 中文歌不一样 英文都可以 therapists 配女游 기본 可 vest 真的不要笑我 真的這樣的 那時候家裡有劇奏帶 就會經常放在床尾的劇奏機播放 然後一邊播放就在床上跳來跳去 劇奏這件事似乎已經出賣了那個年代 不是1999年 什麼? 90年後也有 90年後也有 我爸爸現在在玩黑碟 黑膠唱片 一樣 真空管不代表你現在已經死了 是啊 我的MD在家裡還沒丟 那又唱就一起唱吧 好啊一起唱 一起唱 3 2 1 去 靈感艾條製得上殺分子高潮 創在力量和幻想會害你一跳 小雲和小鴿很重要 檸檬如炸彈 開心的光澤 天空去就有光潮 小姐來了 無仇無女子 天天大著笑 爆露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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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開心到不得了 太久遠了 太久遠了 我差點衝口而出 突然升上十分之低 我覺得 剛才我們一開始說 今晚是像演唱會 突然間感覺 不是演唱會 是像那些去旅行的 或是創作手 你跟車子一起唱 我一起唱吧 你講的這首 讓我想起 之前是否有首 譚偉文 你講過嗎 我的是譚耀文 以為我們不懂的年紀 那個好像是譚偉拳 剛想起這個 旅行的首歌 會令我想起這個 十二隻恐龍 真的好棒 拍二隻恐龍去野餐 七盛雜女有車出發了 一龍盛雜虎兒快快樂樂 Say I am on my way I teach you in a Spanish way OK的這首歌 我覺得很好聽 除此之外 詩迪有沒有什麼歌 小時候 溝不到女兒 又決定回家看鏡片 那時候 OKOK 是你不追 你不追而決定回家看鏡片 追看鏡片裡面的女兒 鏡片裡面的女兒 是啊 那不是當年全種一事的 以前自卑症的患者 你當時不會的 每個人都有經歷過這些年紀 有些人小時候回家追戴大智慧 是嗎 對 追戴比達 對 追戴比達 但結果比達被吳空追戴了 所以也救不到 有沒有這樣的經歷 你怎麼問啊 問啊 問了另一件事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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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只是想問 我只是想問 其實你在那時候 對於動畫歌的感情 或者你看電視的時候 又是怎樣 跟動畫歌結交這個 命運的蟹口 其實我 會看一些 卡通片 我又不會喜歡裡面的女主角 很老實 周圍敏 周圍敏 因為有三個很難選擇 那首叫美少女戰士 我還是比較喜歡愛的魔法 好聽啊 我絕對相信你是因為 因為喜歡了小魔星裡面的劇情 哈哈哈哈 什麼以待賽啊 我是看得出 她的故事 是很有深度的 哈哈哈哈 即是那時候 已經知道很有深度 是啊 你知道 小魔星進去的浴室 是有原因的 哈哈哈哈 OK 那就唱吧 一起唱吧 哲説 ATION 就是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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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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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 眼睛愿为你力听 将风雪素晴来傾听 让孤单的你说声就是我令你 出色弃劲与忧性 愿我魔法用你探测 这世上无限个爱魔法 咕哩咕哩咕哩 咕哩咕哩咕哩 咕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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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哩咕哩咕哩 咕哩咕哩咕哩 啊啊啊 咕哩咕哩咕哩 我真的很想知道 只好是哪个人 你还没赚啊 你一听就很清楚 其实精髓就在咕哩咕哩咕哩 其实是什么呢?我真的掌握不了 主要的歌词都是来自那两个音 还有啊啊啊啊 那首 这首令我想起另一首 就是BB保里大那首 哦 又会背 那首又是不停留下 不如再来听 我不太记得 来啦 师傅知不懂啊?歌词不懂得背 又出毛招 卡拉OK版 麻烦打碟那个 打碟那个 不如先打碟 我现在才发现 原来《爱的魔法》是动画歌 就是小摩星 没看过 就是看《金曲颁奖》是懂的一首歌 很喜欢这首歌 但不知道是动画歌 我想当时 因为这一套都相当意识不良 所以家人不给你看 都是很合理的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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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那时候 因为这一套的意识 实在不良到太过分了 一般来说 动画都二十多分钟 就是扣除OPED之后 通常都被斩到 十分钟 十五分钟 那一套是斩得很厉害的 短片 接着还要拖些什么 小鲜巴利典记 肥羊鱼布施 就是要拖这些短片 令到他那个 片段 或者是 可以充差半个小时的场面 那也行 所以 我记得好像没有了很多集 我记得十几集播 内内都是几集 很难想像 这一套可以在香港播 但无线都肯定来 剪住播也要 好啦 有歌词 这个时候 就已经 开始了 开始了 嗶巴勒 嗶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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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嗶巴勒 快乐舞一仇 每天少年只开眼 负力BB末 又停止夜狂玩 对着大人 照样去任性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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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 若勋犬即帮 妈妈 發起了 揉梢 確是好烦 她们现在还未有空 天天照样玩 譬如樺滩玩 四处跳 可轻松一下 我们小小个最爱自由 各有各小天地 最爱最爱她 算是父母亲 我要住满这天地 誓换转地球 是时候转个新气候 誓换转月球 天空也會變得更加美麗 明明月照片地球 呼啦呼啦變個小宇宙 玩呀玩呀玩呀 天黑還沒停的 喵喵喵媽媽說我們喵喵 Beep Ba Beep B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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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不斷是Beep Ba La 結論是不停地錄 不是呀好像是小魔星那首 時間上小魔星贏了 雖然贏了很無謂的東西 不是呀如果這樣聽歌詞 變化和意義都是 Beep Ba La La 比較多內涵 以體操評分計 這首歌的技術分量高很多 是Rap字來唱的 還有沒有其他 你們開始越來越喜歡動畫歌 你們三位 一邊看一邊 一邊 中文也好 日文也好 有沒有一些 接下來想推介給一些 朋友聽 這首歌真是 正到哭 不聽的話 以後沒有朋友做的 不是都有 但我記得在節目開始之前 阿雪玲說的那首歌 很棒 因為這首歌也是很特別的 又是一個魔法少女 不過這次不是一個正常的少女 其實是少年來的 是男生來的 魏娘 不是呀 魔法魏娘 它類似獸耳 但不是的 其實它是一隻豬 哦 是啊 你們這首歌 應該大家都認識 是嗎 飛天少女 打電話 好像準備開外瓜 打電話 其實一早已經準備好了 在節目之前已經準備好了 這個 寶妮 來吧 歌詞已經知道 這套話說什麼 以及這套話是怎樣的 咦 聽不聽到半咒聲嗎 我們會再加進去 我們再加進去 我們再加進去 再加進去 我會有看的 雖然會不會有看的 粉紅粉紅 吹著的臉 我叫一星 即可飛上天 石石巿巾 為再見 迎望的黑身體會變 隱藏隱藏少女的臉 我對它不可改出本臉 蘋果圓碑 騰騰穿 太多珍珠 正計算 也許主的身體 不由美場被端離 但是別人不可天空裡高飛 是我信 無限的純真 珍珠珍貴張信心 是我極動人而想吸引 願你知 勇敢的孩子 應該加點真摯 我誠意 愛心不知一百次 好耶 我有興趣知道這首歌的詞是誰填的 究竟 其實這條問題在座都沒有人回答你 我應該上一上網就會找到 我記得這首歌是叫愛心一百次 好像 這首歌很有趣 我們那時候 這首歌應該是一九九幾年的作品 當時在下正處於青春期的時候 是很不能容忍讓人知道我會去看這些動畫 填詞人是李敏 即是看魔法少女已經有點尷尬了 看是變豬 是的 其實是當時的青少年是接受不到的 因為那時候是比較多熱血系的動畫 現在就比較多盟系 其實是沒有那麼惹人注目的 我覺得他蠻特別的 因為他變豬 即是因為變豬 不是 因為有這種搞笑風 反而容易啟齒 他很怕別人當他是有些特殊喜好 我絕對沒有強姦隻豬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沒有一個字白 哈哈哈哈 哈哈 是的 那麼 即是 所以令到當時 即是這一首歌 剛才我見到 例如可能 都要看著歌詞 即是之前有些歌 我都要看著歌詞才懂 但這一首呢 其實是不用的 因為其實我也會背得出 因為 即是當時 隱藏了很多年 終於都可以說出來了 隱藏隱藏 哈哈哈哈 是啊 沒錯 然後 我猜小貝有一首歌 她說 今次是很想很想唱的一首歌 可能 這首歌的動畫 是 好像做了一次之後 沒有什麼再重播 不是的 其實重播了很多次 每次重播都有看的 是啊 那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因為 因為其實很舊 都舊的 都舊的 我猜 就是那個 作品 就是 我自己 就是小學年代看 你看重播 我就不知道你是什麼時候來看 不如一起 我不知道你們認不認識 我們 好 我們唱完 看看你們知不知道 究竟是新一代的朋友 沒有聽過 快樂神仙應該選這一派 到達沒有封癲的境界 每天不停的玩怒更古怪 癱癱到都你要境界 笑著成長的仙 笑著成長的仙姿太古怪 美麗純真天真的心態 笑著成長的仙姿太古怪 是否完全不知道是什麼歌 原本不知道 但現在聽不到 在網上找到你們的歌 找到了 沒錯 這首就是天界小神仙 郭小林唱的 還有作曲 作曲也是他的 因為 那時候其實都挺特別 因為我們都上網找過 日版 日本天界小神仙的原曲 比較起來 這一首是更加好的 因為他那個曲調 如果你聽到原曲 是有一點 他有一些聲音 有一點是希臘標 樹琴標 那些聲音 所以更加配合它是希臘神話 改編故事 那個風格 但是 看回日版那個 只是一首很普通的 就是 兒童向的動畫歌 相對來說 其實那個水準 我會覺得更加高 而且 因為這套東西 是很好看 而且到現在 即從播到這個年代 已經沒得再看了 所以 都幾懷舊 好像是一套 用希臘神話 去搞GED的故事 是GED的希臘神話 他GED的很重要 其實 他有幾個設定 一聽就覺得GED 就是這個 海神波塞東 是不懂游泳的 哈哈 因為他很大件 根本那個海 是燥盆 根本就不需要游泳 所以他是不懂游泳 他喝醉了 他喝醉了 如果掉到海 他會浸到 然後 太陽神阿波羅 就是老婆走了 然後 每一天 就會很遲才起床 然後 自己 自己 趕隻馬 送太陽上去 因為他老婆 就是跟了馬夫走路 哈哈 其實 有很多女生 都是跟馬夫走路 哈哈 哈哈 另外還有很多 其實 他的故事發展到最後 就是 已經去到一個 又是魔法少女成長的故事 就是宙斯給了一張寶座 給了女主角寶倫 那寶倫 就要做一件善事 每做一件善事 他就會得到金幣 那你把金幣進去寶座 那張椅子 就會慢慢慢慢配到寶倫的身軀 這麼大小 到他正式可以坐下這張寶座的時候 他就正式成為一個女神 這個就是那個故事最後的發展 但中間其實都是玩很多希臘神話 他的愛老師 愛神 邱彼特 是很醜樣很醜樣 有機會 其實 如果有機會看 的話 一套都是很好笑的一套 好 那第一節 不如先來到這裡休息一會 一會兒回來 我們繼續和大家一起 動廢動畫歌謠制 我們要集 entrada